欢迎来到安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本来想换个话题 但是最近的市场是紧紧围绕着美联储六月的会议 和鲍威尔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 所以今天我们还得老生长谈 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那分享之前还是先回顾一下本周的走势 周一由于提前放出了鲍威尔在周二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稿 表示美联储不会很快加息 那股市受到了鼓舞大幅反弹 道琼斯上涨了1.76% 586点 纳斯达克上涨0.6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4% 周二由于等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股市表现平静 鲍威尔发表讲话后 股市小幅上涨 收盘接近当日最高水平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小幅上涨0.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 罗素2000上涨0.4% 周三美国股市收盘是涨跌互线 标普500指数下跌0.1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2亿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13% 收于历史新高 欧阿达的高级市场分析师 埃德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投资者对当前的通胀压力浪潮 显然处于观望状态 美国股市正在奇稳 股市从上周美联储引发的抛售中迅速反弹 因为投资者很快意识到利率不会很快变动 威德布什的分析师Dine表示 微软仍有23%的上涨潜力 它还将目标价从310美元调升至325美元 并重申对该股跑赢大盘的评级 最近的走势可以说完全是受到美联储6月份会议的左右 上周议席会议后 美联储官员布拉德表示 预期最早会在2022年加息 周五倒指是跳空低开 使道指一周跌幅超过了3% 为了安抚市场 周一一早就放出了鲍威尔将要在国会 作证时的发言稿来安抚市场 所以我们现在对美联储官员的发言 要给出足够的重视 周二鲍威尔发言时说 自我们上次见面以来 经济已显示出持续改善 经济活动和就业指标继续增强 GDP似乎有望实现数十年来最快的增长 这种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经济活动从低迷水平持续反弹 并指出了大流行继续对经济前景构成风险 他表示由于近期对通胀的担忧 美联储不会过快将利率从最低水平上调 重申了政策制定者对广泛而包容的就业市场复苏的承诺 鲍威尔周二承认 一些通胀压力比他预期的更强劲更持久 与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些时期不相上下 在众议院一个特别小组的质询下 他继续将近期通胀飙升的大部分原因 归因于经济重新开放密切相关的因素 其中鲍威尔列举了机票 酒店价格木材 以及普遍飙升的消费者需求 推动了一年前在COVID-19初期 面临政府施加的大量限制的经济 他说这些因素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自行解决 委员会共和党人反复向鲍威尔施压 询问经济是否会走向1970年代和80年代初 通胀率高达10%以上的峰值的恶性通货膨胀 鲍威尔说very very unlikely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不可能 他说我们相信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定类别的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 这些商品和服务正受到这一 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独特历史事件的直接影响 目前的情况是由对劳动力 商品和服务的极其强劲的需求 加上供应方有点措手不及造成的 他承诺美联储将对其作用保持警惕 他说你有一个致力于价格稳定的央行 他已经定义了价格稳定是什么 并准备好使用其工具 将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左右 所有这些事情都向我暗示 像我们在1970年代看到的那样一段经历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小组中的共和党人反驳了通胀论调 主要归咎于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上行压力 以及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加息的可能性 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说 如果你只看美联储的两项任务 即最大限度的就业和稳定物价 现在我们两者都没有 这是因为政策决定 主要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决定 但纽约民主党议员卡罗林表示 他更担心的是美联储会仓促应对 他认为不会持续的通胀压力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也表示 他并不过分担心通货膨胀 沃特斯告诉鲍威尔 我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过通胀 但我想密切关注这一点 我希望你让我们了解 我们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随着通胀的上升 美联储的各位鹰派鸽派的官员 也就何时可能适合收紧货币政策 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鸽派官员 约翰·威廉姆斯表示 美联储官员将密切关注经济数据 以确定何时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是合适的 任何关于何时调整利率的讨论都还很遥远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鸽派官员马力戴利表示 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 开始减少对美国经济的特别支持 他说我看好经济复苏 实现充分就业和美联储2%的冲胀目标的实质性进一步进展 美联储去年12月为减少每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设定了门槛 在我们的事件之内 今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年初 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还没有到那里 但开始为我们达到这个门槛的时间做准备是合适的 他说相比之下 谈论利率的任何变化甚至都没有摆在桌面上 美联储需要在政策上保持稳定 而不是对未来几个月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的波动数据做出反应 美联储鹰派官员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拉菲尔·博斯蒂克周三表示 央行可能在2022年加息 并在短期内开始缩减资产购买 他还表示美国较高的通胀可能会持续长达9个月 另一位美联储的鹰派官员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梅斯特 说缩减决定应该等到秋天 到9月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问题如何演变 梅斯特周二表示 在劳动力市场夏季取得更多进展之前 我不想调整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立场 我们的政策目前正处于良好的道路上 我们将看到整个夏天情况如何发展 梅斯特表示 他认为通胀在过去几个月飙升后 明年将下降至2%左右的目标 他还补充说 通胀高于他的预期 而非低于预期的风险更大 目前总的来说 美联储观察人士认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可能会利用 他8月底在杰克逊威尔的演讲 为明年初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奠定基础 一些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 正在鼓励采取更快的行动 担心如果美联储不开始撤回对金融市场的支持 他可能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更迅速的调整政策 当美联储迅速行动时 他往往会冲击全球市场 梅斯特表示 美联储打算提前通知其缩减规模 这样我们就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 所以9月10月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 最近人们也越来越担心 劳动力市场将无法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 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根据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估计 2020年2月至2021年4月期间 约有260万人退休 具体的这个问题的影响 我们在上期视频给出了详尽的分析 这里就不再支数了 还有另一种说法 鲍威尔之所以发表如此鸽派的证词 是基于他任期的考虑 记者问及 拜登必须在未来几个月内决定 是否再次提名鲍威尔担任美国最高银行行长 白宫官员是拒绝了这一过程发表评论 鲍威尔最近的言论是令白宫官员感到高兴 他们表示 美联储将2021年经济预测从5%调至7% 这清楚地证明了总统的做法正在取得成效 这将是1984年以来最快的经济扩张 这位白宫官员说 美联储还预测失业率为4.5% 比一年前的预测下降了整整两个百分点 这就是拜登总统上任仅5个月后的总统任期 经济增长加快 失业率下降 由于总统的领导 美国正在蓬勃发展 周一的视频 我们明确讲到 不管对美国经济或是市场长期发展意味着什么 现在看宽松货币的流动性可能会远远超过2023年 就目前而言 这意味着股市将继续上涨 尤其是在科技等对利率敏感的领域 那经过将近一周的走势来看 确实如此 大型科技股包括FANG 我们所说的尖牙 在今年早些时候抛售中受到了重创 现在又重新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 还有我们会员的主线新三星 这周依然是表现良好 周三的投资银行巴克莱认为 市场领导地位正在转向长期增长的股票 这可能会提振范股票 巴克莱分析师表示 市场领导地位可能会从周期性增长型股票 转变为长期增长型股票 因为COVID的复苏交易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长期成长型股票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 可以从COVID的期间加速的数字转化中受益 数字化转化趋势包括云计算 电子商务 流媒体娱乐和数字广告 那基于现在政策面和资金面呢 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想听具体分析的朋友呢 可以加入会员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请多多点赞支持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换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